我在这说过评书的演员 没有一个知道下一个星期是谁说的 因为什么呢 说完这三个星期 据说是有人在这盯着 回去向组织汇报 是哪场哪场卖票好啊 哪场人多啊 哪场说的怎么样 跟我们这个头儿 也就是我师父一说 然后他再安排 下星期回头让我这说 有可能下星期再来 这不一定能看得着了 因为什么呢 他在一个他船底啊 下星期我们得恩一队 在三里屯演出 有想听下来可以上那买票 在三里屯就设计这么一个问题 这地方离得太远 你看今天晚上 我那边前面比方说我开安场 今天晚上当然我没有节目 我那边开安场 然后走两步 我到这说书了 高峰老师这说完 赶紧回去就得换大褂 这马上就得上台 现在到二 到处第二个节目 应该已经下来了 他马上就得上台 这个体力来说 一般人盯不了 说评书一个钟头 咱说说评书有什么呢 往这一坐 还有个坐 你坐着说能比站着说还累吗 比站着说还累 为什么 你看听评书 唯独说书 唯独说书它得坐着 过去来说 咱们中国三教九流 三教如是道 九流分上九流 中九流下九流 唯独这个说书 这算上九流 说书算命的 三本两道 等等吧 这几个算上九流 说下面的 下九流 这不是我订的 他的那个乞丐啊 妓女啊 哪都一行呢 包括头两年 我在天津上去校的时候 天津有这么一个说评书的园子 叫艳乐生平 不知道哪位去过啊 这个艳乐 这个园子很具传奇性 因为他当初演过 在解放前啊 在那说相声 就是一般的角啊 还不说好角 一般的角 有马三里 在那 一般的角 有马三里在那演 我还去过这个园子 在那还听过 那有人说评书 说评书后来就没有了 有人在那说相声 唱歌曲 很小的一个园子 私营的 前面这个 也就做一个 比咱们这个园子大了多少 比咱们这个近身要深一些 宽窄 比咱们这稍微窄一点 也就成了 多了来说 能成一百人就了不得了 那就已经做满了 然后出了门的话 二楼拐是一个妓院 一直到解放后 就到前两年 天津修地铁拆之前 可是还是楼上还有妓院 好 上世纪 解放前留下来的妓院 那个妓女 也是解放先留下来的妓院 老子不行 我们都看了 他的台上说像是 竟拿这个 我们就开玩笑 说我们黑话叫杂瓜 竟拿这个杂瓜 说这大伙怎么怎么着 你楼上去 竟有这个包 后半咖 他这个后台 有这么一小块地方 这个地方是书馆 旁边有一锅炉房 那锅炉就在书馆里头 而且说像是 他静后台 得打这书馆里穿过去 那会儿我的师爷 金文生先生 也就是高峰老师 他的恩师 在那儿说评书 说这个书馆 比咱们这儿就 那就小多了 也就成了二三十人 差不多 过去来说说评书 成不了那么多人 书馆越小越好 最好没有话筒 人少 现在南方呢 还有这个书馆 还保留着 当然人家是 南方平化 苏州平坛 人是正版 那会儿 我有幸去过一趟 这个宁波 扬州 去那儿 茶馆里边往这儿一坐 这儿摆上一杯茶 听人唱听单 那感觉非常好 很文雅 现在北方这边 这一块呢 说书的演员 越来越少了 听评书的地方也少 现在宣男书馆 雷丽如连先生 带着还在那儿说书 当然那就大书玩了 那也是美兴其感 按理来说 说评书应当是一天一说 当然现在来说呀 办不到 为什么 您在座的各位 咱说甭管您是不是北京人啊 在北京这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特点 听书得具备两点 有先 有钱 有钱 你说天津来说 有钱的人少 但是有闲的人多 所以他那儿书馆卖票 两块 三块 进来能听 有那么一帮老人呢 仗着有点退休金的 每天干什么去呢 听书啊 听大谷啊 所以天津的取义比较繁荣 相对繁荣 现在也不行 北京来说 有钱的人多数 有闲的人可少 而且现在真正有些人还听书来 那个 弄粉啊 是吧 这个泡个吧呀 逛个天 人家马上又开了 就说 娱乐项目太多了 这个外来文化 对于咱们传统文化 这种冲击啊 这个 咱们说比较大 那么说书 咱们说还有这么一方净土 不容易 您看我说评书往这一坐 为什么说书得坐着 有的时候那会儿 在张员有一阵子开当口官场 那会儿我也说书 上去头一颗搬一坐 往这一坐 底下观众议论纷纷 哎呦 这小伙子二十多岁出头 他敢坐在台上说 多大分 他说师傅郭德康都在台上站着 他敢坐着 这不是让您各位挑衅 说书必须坐着 现在来说 有写个说书的名家 是谁我就甭说了 咱们别提名 提名商交去 他到现在 他自己都说 在台上说书 坐不下去 为什么 稳当不住 真正坐在台上说 这是功夫 而且来说 为什么你看我们说书的台子 比您各位坐得得高 这什么规矩 不是为了让您各位看得清楚 离第三十有神明 我们这比您高出一块来 我们离着神明要近 说出话来必须得负责任 这就说书跟说相区别 一上台 我说你爸 我说你爸 什么意思 说书不容易 咱们说这八仙 打哪开呢 您听刚才高峰老师上来 这个唐末送出一张嘴 他这个年代就能表白出来 我这个书不好说 八仙一个人往上捣三辈 这个说什么年代 咱说这个书里边 他没写 我就不能胡说八道 我当初上这个书的时候 拿回来一看 这书里边 没说什么年代 给了四个字的评语 我这书什么年代 上古年间 咱说不是古代 上古年间 比古代还靠上一僧 这叫上古年间 那么一说上古年间 这里边设计的很多东西 就不能说 你比方说 行医的 致病的 当官的 作患的 上古年间没有当官的 那会我要跟您各位说 上古年间有一位酋长 你以为非诺书 那不好解释 所以我这个书说起来 中间有些当官作患 只能按照 就说古代 现在来的 按照古代这个语言 给您这么说 各位别挑言 上古年间 在南战布州 西南方向有这么一片泽国 这片泽国 现在这个地儿在哪呢 四川贯县 古地名这个地方叫贯口 贯口这个地方 那会儿来说归谁管呢 谁的封地 二郎神杨简 也就是 玉帝的亲爱 书不好说呀 我最后一个 我后面想说什么 他们前面全给我跑了 我刚才我这书里边 其实跟您说实话 后面有一个龙怀胎有肉球 他跟我说了 当初我想说大明府 刘远给说了 我说马寿舒适 孙岳给说了 我后面说这个龙 我今儿打龙怀 这儿开始开 明天机会五 要说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闹谁 闹个龙怀 我说这个书 我都往一块做 不好说 那么说八千 咱们这个大灌口 这儿开始开 杨二郎这儿封地 这一片泽国 靠泽国边上 这儿有这么一座山 叫赫明山 王陆 书上就这么写 一字都不差 郭赫明那赫明 一明星人那一明 赫明山 赫明山这儿 非是凡人所居之地 是当年太上老君 在这儿作画之处 太上老君 咱一提太上老君 您各位可能有知道 认为是谁呢 李丹 也就是李尔啊 那位老子 这个 说太上老君呢 他不是这一个人 太上老君 一辈子有八十一画 怎么叫八十一画 投胎转世一次 这为一画 他一辈子投了八十一次台 第十七次才是李尔 就是咱们现在传的 道家的这位创始人 就是这老子 第十七画 实际当时太上老君 并没有创道教 他那会儿叫道家 那么这个道教 是谁创的呢 在东汉末年呢 有一位张道陵 张陵创道教 当时手底人给他出主意 他创这道教最早 叫五斗米教 一开始张陵想说什么呢 我就算祖师爷 打我这儿往下来 有明白人出主意 别讲 怎么 一个人败法兄弟 您算老几啊 琢磨这道理 现在这个中土这块 最大的两家 儒教 佛教 那会儿有佛教 有西汉末年顺丝绸之路 佛教进的中原 说您要想创这么一个教 必须得盖过那个 找来找去 就找到这个老子李尔身上 怎么呢 那么儒教创始人都知道孔子 孔子曾经向老子请礼 向老子讨教 按照这岁数来说 当时孔子还在壮年 老子的岁数就已经很大 据历史记载啊 这个不确切 很多种说法 大伙更倾向于两种 一种说他活了一百六十岁 还有一种说法 活了两百岁 按照神话的说法 老子投胎转世 投胎于玄天玉女怀中 由邪下而出 未婚先孕 这有感而孕 这个古代生化故事 讨厌就在这 最讨厌就是这四个字 有感而孕 怎么呢 也就是说没有爷们 自己把这个事情就给完成了 而且这个古代有这个 您看那个鲁迅先生写的处箭 就这慈容箭里边 不有吗 娘娘怀态的楚昂飞 抱着铁柱子 有感而孕 怀态铁 后来这块铁打下来之后 雌雄双剑 甘将诺爷 就是后来 吕冬斌背的那张把剑 这是当时神话里边传的 有感而孕 你说他搭哪来的呢 这玩意不符合科学道理 老子 投胎于玄天玉女 这个玄天玉女啊 不光生老子一个人 还生了一个 这个比老子名气还大 叫王母娘娘 还生一王母娘娘 这王母娘娘跟玉帝 是什么关系 到现在历史上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 有说王母娘娘是玉帝贪八 有说是她媳妇 当然没有说是丈母娘的 说什么都有 由打斜下而出 你说这人 怎么动刀那么多 这是有骨头 老子 怀胎八十一载 生下来的时候 据说头和胡子全白了 你看看 人打一落草 占一宝子被 生下来占一大被 活一百六十多岁 还说法 活两百岁 这是老子第十七话 投胎离尔 再往前倒 按照神话说法 投胎第九话的时候 是苍结造字 老子投胎是苍结 就造字那位 第四话的时候 女娲帮补完天 捏了黄土泥的人 中国人不都黄秦枫吗 拿黄土泥捏的 捏的这堆人里边 有一个是太上老君投胎 往前倒第三话的时候 第三次投胎的时候 他投完了胎 到他死过去一百亿年 盘古开的天理 再往前倒 那也倒怎么不出来了呢 就说老子 要按照神话人物来说 有岁数 估计他是最大的一个 要不怎么他叫老子 老子创了一道教 打着东汉多年 张灵创的道教 说八仙 一说八仙的时候 上八栋中八栋下八栋 是三八二十四位大仙 说法不一 说什么的都有 上八栋神仙 您听有一段快坊 叫刘正最有 里边有这么一句 上八栋东方术西方术 到现在不知道 这西方术是谁 哪凑这么一位 可能我琢磨 这是王沃山呢 当年为了赶这辙呀 凑一张下劲 东方术 这是对于西方术 没这么一个人 那么下八栋神仙 说法太多了 有说这里边 有李来 有杜甫的 还有说这里边 有这个刘海 细心谈那刘海 有说这里边 有丑娘娘 下八仙里边 就和那位乌颜娘娘 钟离乌颜呢 唯独这个钟八仙 只有两种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 是这八仙里边 钟董八仙 没有女性 何仙姑那个角 是谁听的 是一位姓李的神仙 但是历史上查无此人 后来老百姓呢 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加进去一个女的 您看说 所有的这个神怪书 神仙也好 鬼怪也好 尤其是这个天上的神仙 是真武大帝 你说是玉皇大帝 东华帝君 甭关哪路神圈 这是古代来说呢 封建社会 帝王将相编撰出来 于华百姓用八仙则不然 中东八仙 这是老百姓编出来的 这中八仙呢 老百姓心里边 一个美好的愿望 也就是说 凡夫俗子也能成仙 这八仙囊括了世间 所有的人 用八个字概括 您算什么 就是咱们现在在座各位 全能囊括在这八个字身上 男女老少 富贵贫鉴 这么八个字 你说富贵有富贵呢 有曹国舅富贵 那是大官当年的国舅 我不能细批 因为他是宋朝的 宋朝我又说四弟仁宗 孝老师明天别干了 这不能细批 当时我也且说不到曹国舅 我能把高宗头发熬眉了 我才说到 你在这说富贵 还有谁 天外礼 天外礼不应该算贫贱 他不是要饭呢 不是 之前家里边趁房子趁地 他是富贵人家出身 后华人书说 铁冠里有一个徒弟 洋人 洋人回家探谷 把铁冠里的尸体给烧了 铁冠里 游方七日 这神魂归来之后 发现 魂无所依 没办法 文美真人给他指一条道 文美真人 铁冠里的师哥 胎上老军徒弟 到旁有那么一个要饭 你头到他身上 我再赐你几件宝贝 这么着 便在铁冠里 富贵贫贱 在八仙里边 全都囊括进去了 不是八仙 开这个 大灌口这开始开 在灌口 现在四川贯县 这一带呢 靠着河边 这河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 今天这回书说完 这河就有名字了 靠着河边 有这么一座 二郎真君庙 二郎神的庙 你们这趟地方归他管 离这个庙 二里之遥 有一个小村庄 村庄里边有这么一户人家 一个寡妇妈带着一个儿子 这寡妇妈呢 姓王 王氏 小孩家里边姓平 顾梦平皇 那个平啊 家里姓平 单字一个和字 掉下来就是和平 他叫平和 这小孩大生下来 孝顺 父亲染病死得早 从小家里五六岁开始跟着干活 家里大事小情 一个人担起来 每天早上起来 你说什么 这个扫窗蝶棍 扫房子刮棍 底里也不当药盆 什么家里活全干 顶到七八岁 跟着村里边大人上山看宅 那会儿家里边没有别的营手 穷人呢 跟着上山看宅 早晨起来 偷一件事 先伺候他母亲的起居 就是起来睁眼 天没亮 先出去做早点 家里边有这个米缸 这米缸没满过 家里穷了多少年 小半缸永远都是这么多 靠这卖柴换米啊 快出点来 蒸不了饭 怎么呢 那米少啊 蒸一桶干饭 后半个月饿着 这不行 每天熬粥 过去来说 这个熬粥分几种 有那个粥 您看清朝的时候 康熙年间震灾放粮 有那么一讲究插筷子 筷子扶起 叫人头落地 为什么 放震这官员 你守着这锅粥要是太稀了 这筷子扎里边 它立不住 证明你可扣这震粮了 那么他们家熬这什么粥呢 西粥 名副其实的西粥 那个米粥是一个跟着一个跑 在里边谁不碍粥啊 哈哈哈哈 好真假 熬这粥 每天早上写个头一件事熬这个 然后呢 这边切点咸菜一勺 那个上古年间 咱不知道有没有咸菜啊 书里这么说说有咸菜 那过去那个咸菜不老好吃 你现在来说 这花样居多 铁门八宝菜 东阳那甜酱萝卜 王哥臭够 你要什么花样都有 过去没有那 切点咸菜干 苦咸菜天 他这做得了早点 熬完了粥 烧完了柴 咸菜切好了 母亲差不多 该张眼了 然后伺候母亲的起居 他这母亲呢 早年伺候孩子不容易 寡妇带孩子 给人家风帘补战 风风鼓鼓 气气涮涮 在灯底下干了活 把这个眼睛就熬瞎了 熬到最后 这眼神实在不济 坐这看不见表 你明白吗 老天你没劲 这一桌子过 啪就掉下去 当然这个眼神好坏 分其种 怎么有那眼神坏 是真眼神坏 高松着 那表他看不见 谢金的媳妇长挺漂亮的 刚才说的公女 谢金的媳妇那是 我们奶奶那是 她她是婶 如果长得挺漂亮的 你看她眼神不近 拿着眼睛来 瞇就看出 她母亲的眼睛呢 常年干活熬瞎 熬到最后 什么样呢 这个眼睛就一点东西 都看不见了 可是有一点 有感光 怎么呢 你说今儿外面是天亮了 是天黑了 能感觉出来 可是这个眼睛啊 看不见东西 你说拿着东西 离这么近 不知道这是什么 跟近视眼还不一样 这眼里边 蒙蒙隆隆啊 有异物 就好像有东西一样 眼里生蒙了 长这东西 那你想想 小平和这么点岁数 七八岁 母亲眼睛也看不见了 什么活干不了 怎么办呢 自己支撑一个家人 伺候母亲起居 然后呢 出去打拆 就是上山上 她打拆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呢 哪这个林子深 哪这拆过好 上哪打 打拆个分架就 多少种木头 您看现在来说 这个卖北京烤鸭 怎么叫正宗北京烤鸭 挂炉烤鸭里边 用那炭火 必须得吃果木 最好的得是什么呢 梨的木头 产的梨啊 得是那木头 那出来的 蹦叫酥脆 干口天 这烤鸭好吃 你哥呢 有的那个 外地人不懂的 也干烤鸭 弄了烤鸭多的时候 你拿着嘴里撕去 跟棉花似 半片嚼不碎 吃这烤鸭片 拿这刀片不开 你是中餐的刀 西餐刀 都骗不开 但是不叫毛鸭 柴我也分讲 用什么柴 他这柴打下来 前后一个匾子 两捆 这两捆夹起来 最少得说四五百斤 七八岁小孩啊 单四五百斤东西 连颠带爬从山上 晃晃悠悠下来 拿回家去 这个柴啊 搁到房檐底下 过去那个房檐都长 不能让水哨了 下雨不能淋着 房檐底下椅子排开 用太阳先晒 晒着想干再拿出去卖 这股柴好烧 每天上山打柴 到巷头呢 顶着太阳快落伤 回家了 上河边 上河边 杠斧子去 磨刀骨砍柴 先杠斧子去 等到晚上 天管黑了 找一书玩 听那书 弄一小本 记一记 你都没带着 那不带着 这都有原型 你知道吗 这孩子爱学习 咱说这得捧 夸你拿 你甭裤上 他当时那会开玩笑 大小母亲眼睛以下 平和心里边自己案例一致 什么呢 自己 自己要求先防盗 把母亲这病治好 您可要注意 他说的可不是求医防药 求先防盗 那个年头 这个乌医不分家 挑大神的 跟这看病了 这俩是一家 直到解放以后 那会儿中医还不被当权者重视 老说戴国西医怎样的好 你看人家那个 雀业图画的 怎么拿过来 中医者一看 这不当年就是咱们那经落图吗 那有黄帝内经那天就是这个 这有什么新鲜 早先不受重视 说认为那是封建迷信 你可说 你说这个东西 它有利有弊 有可信的地方 早先那会儿 没有说求医防药 求先防盗 要给母亲这眼睛治好 心里不服啊 大小啊 这孩子就 这个脾气就僵 但是心眼好 整天恨 恨谁 恨天 我母亲一辈子 勤勤恳恳 本本愤愤 怎么到头来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这眼睛瞎了 每天上山打柴 闲暇之余呢 就访 哪地儿有这个神仙 有会跳绳的 有能看病的 就找着这 这天上山砍柴 早上起来出去 刚到山上 乌云密布 嘎嘎嘎嘎一响 雷天降大雨 这雨可就下了 小平和广心里去 正偏着常见 那可藏在山上打柴 哪有碰不上雨的呢 简单大脑柴 也没说背多大 你说找这干柴也不好找 挑着凉损柴 很秋 从山上下来 想找地儿背雨 走着走着 就看远处半山腰上 出现这么一个人 看这位 年纪很大 头和胡子全白了 离远处看 看山上穿上打柴 手里拿这家伙事 这应该是一个道人 修仙了道之人 离着老远看 他怎么注意这人呢 山上打台遇见 一个人一块被雨完 不是 这人跟别人和胡一样 怎么 他从山上下来 这背后一道惊战 从山上走下来 很轻松 孩子一看 哎 这人许有点半事 怎么着 追他 挑这困柴 登登登 跑下来 跑着跑着 一走走 不对 怎么呢 单着这玩意儿背 那跟着追他 那追不上 挑着往旁边一扔 可就跑下来 小孩腿快不知了泪 越跑越近 跑得近是跑得近 可就意见 就是追不上 一看那老头在前面 也不跑 手里拿着一杆浮沉 很轻松的走山道 但是非常快 凭何一琢磨 那更得追了 这宝鸡 这时候神仙 还是什么 不好说 越来越近 抬头一看这老头 好 好像貌 头上带酒粮道筋 迎门欠梅 越霜飘带 脑后飘洒 身上穿着一件 素白色的道袍 身上连个鱼点都没有 都得掏出手机 手机干什么 你看穿哪儿挖楼子 身穿素白色道袍 身上一个鱼点都没有 妖树回火思涛 底下宝蓝色中一白蜡女蝎 往脸上看 鹤发疼眼 这老头头过骨子白了 可这脸上一个折都没有 手里拿这杆浮沉 一看这浮沉呢 浮沉什么的 蚂蚁吧 坐在那一沾水 这东西就抱团了 他这没有 青椒飘 一咋刷刷 哎呦 你看这个好 这鱼还下 要说一般小毛毛雨就算了 飘泼大雨呀 赶紧追到尽尖 蹬蹬蹬几步 往前一强步 扑通一下 往这儿一跪 不起来了 给这老道士吓一跳 往这儿一跪 这位仙长请了 哎呦 高见高见高见 老道身手给孩子看起来 哎呀 这位小哥 你我皆是形容之人 早知此处 身世大理 确实未和 咱都是走道的 你过来跪倒 给我磕头 这算怎么回事 仙长 我官仙长 身带金光 必有艺术 你看你身上有官 准之你不是一般人 你得有点能耐 我想邱仙长 一件事情 有什么事你说 姿势频道 能办得到 自当尽力相助 仙长 我家高堂老母身上有病 我想请您去给我母亲看她的病 哦 啊啊啊啊啊啊啊 老道一听这话笑了 小哥 哎 起来起来起来 这说话给掺起来 非是频道夸口 我许你这么一句 敢说这天下所有的病 没我不能治 平和听了这样 眼泪差都没下 哭通一下 二次跪到磕头 邦当一下 跟刚才朋友一样 想脱碰壁 蹭一脑子 你 老道过了一掺 哎 你先别跪 我没说完呢 除了眼瞎 什么病都是 平和站起来 担心 回见 老道后边一把给这儿 小哥别 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这位县长 我可不知道您是不是成心 您这不逗我玩吗 我家老母亲没有别的病 身体都硬 就是眼睛看不见 我这是给您科安保了 您告诉我 什么病都治就是都治瞎眼 那这我不说回见 说是 小哥 你把你晓得 你别看我 治不了这瞎眼 我本知道怎么治 我治不了 但我知道什么犯能治 我来问你 你是不是姓平啊 是啊 你单自一个和 对 我叫明博 自由丧妇 母亲手寡多年 是 你上山打拆为生 你看我李立长 怎么着 都知道 老神仙 您这有什么法能治 好 我教你一法 你听不听我的 听的 这我都求到您这儿了 能不听您呢 你跟我走 我走多快 你可得也走多快 能跟上 能跟上 老道偷着走 平和后边跟着 游打半山腰这地方 一直往前走 来到这河边 还没名字啊 这河没名字 到这河边 一直走的三四十里路 河边有这么一棵大柳树 一看这棵树 没有千年 得有八九百年 好大一棵树 到这树边上 往这河里一指 平和 你来看 生活说 看什么 就在这个河里边 有一条龙 您再说一遍 就在这河里 有一条龙啊 我听说龙没见过 您这不是护毛 护毛你知道干什么 这有一条龙 修炼万年有余 未得正果 我说神仙这活 不是能干的 修炼一万年 没得正果 那玩意 平一复狙击 也平不上了 是吧 当公园 比照守事 一万年 没得正果 他在此处 虽然也说 每天修炼 吸取日行乐化 可是有意见 他没有 积过德行过善 没有做过什么善事 当然 他在此处 也并未杀过生 也没说他在这块 跟妖精似的 就吃人 没有 没啥过生 每天 这条龙修炼 一早一晚 子午二十 每天中午 每天夜里头 也搁现在 中点说 中午十二点 晚上零点 这两个终点 这条龙 油打在河里边 把这脑袋探出来 他修炼 半年有一颗内丹 这颗丹是红的 把这颗树子 吐出口外 吸取日行乐化 每天正当午 迎着太阳吐一回 每天夜里边紫时 迎着月亮吐一回 每天修炼 你白天别来 晚上来 白天因为你在这边 一片开过地 周围如伟大 你这一站 就凭他 一眼就能看见你 夜里来 这棵树大 你躲在这棵树后 到时我教你一句咒语 你朝着这棵株子 你可看清楚了 它离着这龙嘴 有三尺的距离 你再念咒 离近了不管用 离远的也不管用 约伯着有三尺左右远 你手掐出口念咒 就照我教你的这个咒语 念一声 这颗珠子能飞到你手里 然后你扭头就跑 千万别回头 那人家干嘛 那不干嘛 不干我就这么跑了 哎 我有法啊 到时我在暗中相助于你 我让这龙伤不了了 你把这颗珠子拿回去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不是说光治你母亲的病 这珠子你要什么有什么 想要什么东西 朝着珠子去决 供在堂前 找红线挂起来 别早眼啊 这不是看手串 你早眼废 找红丝线 司马传提 正了一道 反了一道 挡一诗字 挂在堂前 想要什么东西 冲他默念 到时候这珠子就归你了 哦 哦 多谢仙长 哎 甭客气 出家之人嘛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说到此处这老 到一跺脚 听到 去你 扯一摆 浮尘 一道金光 就飞出去 他这一飞不要紧 风破天上 云从这余恶都散了 平和望着远去的背景 都临透了 突然想起一事 这咒语到底怎么缘 哎 你别走啊 没说呢 走太招 你这话怎么说 我那柴子 扭头找在这柴子 要扭头 刚走还没走的时候 这老大冲 哇 飞回来 我想起一个事 肉又还没交给你 当神仙的好理解啊 他都弄不动 教你念这咒语 这咒语怎么念 扶着过来 怎么呢 到房说话 草坷里有人听啊 你过来 不是怕这念错 冰的针的橘子 是里的利的 要肯定 就窜了 是吗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贫大了 你也别跑 还有什么别的事 没交代吗 没有了 说了话 一道金光 就走 平和心里高兴 我这柴子找回来 往肩上一担 也就不打柴了 顺山上 登登登登 跑回来 回到家里边 蹲蹲站上不合适 走走溜走不合适 怎么高兴 兴奋 在柴边背手 也快走 那会儿没表啊 怎么 什么时候去 一直 子时 子时之前 我到这 大概有个几十里地 几十里地 我掐着 我这 去的时候是 一小时 我能走多少步 说 老太太 看不见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听着 在屋里 好像来回溜达着什么 有动静 儿啊 你看 天晚上 那赶紧睡吧 您先睡 您先睡 我过去把那柴石吃了 哎哎 服侍老太太上庄 天道定睛 刚擦盆啊 平和有打架子出来了 早去 一直走到这个河边 这棵大柳树底下 走到这儿 把书包往这儿一放 哈哈哈哈哈哈 电脑打开 上网先聊 什么时候出来啊 这边不知道 哈哈哈哈 那年头没这儿 到树底下这儿 等着 等这条龙出来 那么来到这份的时候呢 这会儿天可就已经 快到此时 此时什么时候呢 按木下 中点说 今天夜里边 十一点到四日 凌晨一点 这两个钟头 这为此时 他到这份的 木下中点 也就是夜里边 十一点刚过 来到这儿 走 这会儿可已经 此时了 这会儿已经算此时了 我来个晚 落上这楼出来呗 啪在河边 看 一看这河边 微风吹动 波光临敏 怎么这月亮地儿 一照啊 好 万情的波涛 风吹水面 蹭蹭啊 还是有万变 有万变 也不过有 一看这河面 特别好 小鱼小虾 水草什么都有 在这水里边 这么有 好不漂亮 这龙什么时候出来 这会儿已经此时了 一直到此时正当中 也就是现在说 夜里零点 这个水面 可就没有动 刚才还有点水波纹 现在一点水波纹 都没有了 如死水一般 鱼下面还有 围水草来回转 这老道不骗我 平和琢磨半天 忽然间就看着水面中间 也不知道 是谁往里扔快石头 还是怎么着 这水中间 就看着鱼虾里 一个圆圈 就往寺外开始游 可这水面还是平的 一点洞就没有 小鱼小虾 全散开 就在这水上 开着往安冒泡 平和看 能算的是怎么着 就看水中一片独光 游打水以后 呼拉一下 这龙脑的个就钻过来 平和王半圈空中一看 饿得个天 要不老道让我在书后躲着 这我要白天来了 这一眼看着 独狗的森牙缝 这龙脑的多得不 有对面德云社剧场的 大拉剧场的大人说 那没拿着 你不跟探照灯的 那不是 兄弟姐姐干的 怕死了 我十天火车 车一翻不长 这会我旁边要站一个人 把马装一拖 我还你 没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龙 咱老听说这个神话里边有龙 中国古老的图腾 龙长什么模样 极众象之属 所有这些个动物的这个相貌 全在龙身上一人体现出来 您看这个龙啊 他是牛头 马脸 狮鼻 狐眼 莽身 鹿角 鹰爪 猎尾 虾米须 虾米须 那俩子跟那虾米似 猎尾 怎么叫猎尾 您看狮子长那个 公狮子长这毛这一圈 这叫猎 狮猎 它的尾巴跟狮猎一样 牛头马脸 狮鼻呼眼 莽身鹿角 鹰爪 鹿尾 鹿尾 相遇 就这么一个龙的形象 可是这龙呢 有道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就露一脑袋出来 全身都看不见 这龙脑袋 这离水面 他有三丈多高 俩前爪在外边露了 半玄空中 这脑袋仰着就看龙腿了 他要叫张牌出 游戴着嘴里边一片红光 这颗猪子就飞出来 忽大忽小 有多个儿 十像鞭子 十像针子 十像李子 十像栗子 十像李 平和明白了 这咒语这么来的 看着这颗猪子 这一嘴越来越远 大约有这么三尺远的时候 手下约口的年红鞭子 真多了 手下约口的年红鞭子 手下约口的年红鞭子 最后还得一蹦一下 两下 拿这猪子到掌红一轻 多大个儿 有一个李子这么大个儿 可就定型了 红鞭崩蟹 拿着眼睛看 好家 真是黄眼 光摇了一下 这智眼瞎 不敢看 把手碰一下 钻住了 详细一句话 扭头赶紧跑 别回头 赶紧转身 这龙在那墙上盘着 瞪眼看 老道夸子 他不说 回头跑没事 正在这时候 一看这龙张嘴过来 他以为这龙要把他吞了 不是 龙没有伤人的心 龙有龙心 这条龙在水里修炼半年 有一节 没修成人形 他不会说话 半完会说话 伤了伤了 咱们爹爷们 拿走不欢我 天敬龙这是 半翻能说话 这龙张嘴说话 没有 过着张嘴 那意思要把这珠子吞回去 正在这时候 半悬空中一个劈了 咔啦一下 就劈在这龙前面 就听半悬空中 有人说话 孽龙 修得无礼 这条龙往上一抬头 半悬空中 谁啊 就是白天那老道 那么这人是谁 书龙万表 太上老君的三徒弟 九天飘渺真人 奉太上老君之令 下凡间度化平和 一指这条龙 倪龙 你在此处修炼万年 未得正果 今天我派这个人过来找你 是为了给你了却异装心事 了却什么心事 你在这修炼这么长时间 没得正果 为什么 你没既得行善 这颗猪子 现在让你交给平和 他是此处一方的孝子 这个人心眼最善 让他拿着你这颗猪子 外出行善 给你基因宫 到时候你虽然没有这颗猪子 你这个尸身不保 到时候这龙体就废了 可你的灵魂尚在此处 可游离此河不走 还在这河里边待着 你走不了 等三年功德已满 再回来了却你万年的功效 就说让他拿这猪子 替你出去做好事 回来之后 这功德算你的 这龙抬头看看九天飘渺真人 心里话说 他说不出来啊 那意思 这猪子拿走 我知道拿去干什么去 怎么他走要不回来呢 这猪子要什么有什么 要车来车 要房来房 木迷来米 木迷来米 木迁来 木迁来大子迁 是吧 这他拿走不回来 怎么办 抬头看着 你不必担心 虽然你这个魂灵 还在此处 尸体没有了 到时我自有办法让你借尸还魂 这时候平和在旁边 乍里谈他问一句 道长 这怎么个借尸还魂 天机不可泄露 多确择这句话 平和不知道后来怎么回事 他要知道 说什么也不帮这龙这麻 借谁的尸 怎么还魂 借他的尸 三年以后死的是他 当时这伏笔先买给您 各位 怎么死的 后人说您再听 拿这颗猪子赶紧回去 回到家里边给老娘治病 进来之后 一昨晚我念什么咒语 我怎么给母亲治病 等到了家里边 这天刻已经亮了 也没做早点 母亲起来饿呀 喊儿子 儿子啊 在哪儿呢 他是刚打门门起来 娘 我这个出去给您找药 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呀 我说您眼中哪儿 老太脸纳门 你等会儿 揉揉眼睛 我看见了 儿子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来怎么去 怎么去怎么来 平和一无一失告诉母亲 这猪子怎么怎么回事 神剑刺的九天飘飘真人 这是一颗龙丹 哎呀 这猪子就这么大好 都能治脸下 哎不光治脸下 要什么有什么 哎呀好好好 你当真的说 我当真的听 老太脸说 我们哪有哪的事去 要什么有什么 儿啊 这早晨起来 你看这天已大亮 一宿未归 你饿不饿呀 这是你当娘的这种心态 自己多饿呀 不说先问儿子 你饿不饿呀 哎呀 娘 我不饿 您饿了吧 我去给您熬粥去 到了米缸旁边 一掀这缸盖 娘咱蒸饭吧 呵呵呵呵 这怎么回事 米缸满了 平常没满过 要什么有什么呀 老娘说 蒸饭 啊好 别蒸饭 怎么不蒸饭 那我那了 蒸饭 你吃咸菜 你这不配套 你知道吗 这过去 鱼米之乡 鱼米之乡 有米得有鱼 说完这话 就听到那边 噗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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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一看里边一尾鲤鱼 流出来了 老太女头一看 闲的 老抽这是 那年头有没有老抽 那也知道 哎呀 你是这个 这要有人给咱做 你别说了 杨 这屋里忽悠一下 说这一大活人 你说这人像什么像什么 杨长别说了 这东西真是要什么有什么 宝贝啊 赶紧红线拴起来 往这屋子里边一供 他母亲在旁边说一句 儿啊 现在咱家里边也是富得流油了 吃货不愁了 也准备盖起小楼了 什么都有了 这老太太四六八个 唯独有一桩心愿 儿啊 你如今年长16岁 你可该去亲吧 过去来说16岁 结婚呢 不算大事 早前你说这个梁山国朱宏财 朱宏财 他谈恋爱那会儿 14岁 按照原文记载 他跟这个梁山国谈恋爱那会儿 14岁 罗宏财 朱宏财 朱宏财 那年12岁 您看《红楼梦》 朱宏财 朱宏财出世于女情 12岁 当然我们这帮说相更早啊 那就不能细说了 拿高峰来说 头发都茫眉了 哦 哦什么 胡说八道 没有这个事 说你该取亲了 凭何一百首娘 孩儿不考虑这些事情 怎么了 我跟那神仙有个约会 那神仙有个约会 有个约定 什么约定 这老龙在此修炼万年 没有老龙爷这颗丹 微娘的眼睛好不了 咱家里过不了这富裕日子 如今这老龙三年之内 他的功德必须圆满 我得拿这颗珠子替他出去行善 可我现在还没想出来 我拿这出去干什么 老娘一听也知识 你这个想法是好的 可这个孩子你也糊涂 你拿这个给我干了什么事 你替我看了病 你拿这珠子 你也出去看病去 十里八村都走哪串哪 你到哪有病人呢 你拿出来 鞭子针子 你这一念是吧 那边病就好了 到时候你这不就急功行善了吗 好好好 就以老娘之见 大个儿起 平和每天出了大柴啊 出一挣钱 要看病他不要钱 还不跟现在似的 是吧 这过去来说 早些年 你说话多 你说扁鹊 那些个人 他真正说指这个发家日付 没有 过去医者父母心 他怎么叫父母心 哪有个问自己家 孩子小孩要钱的 过去中国来说不讲成这个 现在 你这边 这病人哥是停不着 你不交入院费 你不交交给我给你看 肯定死活该 不赖我 扯去 这过去就是 现在这看病不都这样 拿这猪子出去 四方行善 走到一个村子里边 到这儿 往这儿一坐 织一盘 盘他写着字 可能也是甲骨文 那什么字就不知道 写上包治百病 比方说吧 写着那么几个字 往这儿一织 他也不会妖活 过去来说讲 九腔十八教 宗生俏便 那妖活最重要 他不会啊 村口这儿 找一咖喇 这儿就跟我盘放这儿一坐 执着这牌 怀里揣着这颗树子 你要不说话 就过这儿问 哪没有不开张的邮件店呢 这个小哥 你在这儿等谁啊 我等谁在哪儿 我是看病 奥起辉看病 你能看什么病 跟您这么说 就这世上所有的病 没有我不能治的 当然那人没有说 不治瞎眼是吗 他不能说这话 全治瞎眼 您这话大 一穿十十穿百 靠这村子里边全知道了 有这么一家 两个小孩过来 大夫您给看 我们家这孩子大生下来 不会说话 天生的哑巴 哎呀 你过来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假不假是 张嘴啊啊 看 这样不出声 干张嘴 小孩 回来把这珠子掏出来 按理说了 你身上有宝贝 这个不能随便外露 平和没这个心眼 小孩啊 十六七岁 拿起这珠子 他外边来 哑巴腰里别跑 这是人家 小孩张嘴 哎 嗯 一张嘴 爸爸那边 哎 高兴了 抄上 不能先来 参资怎么来的 小孩一让我说话 哎呦 这村里面就炸了 怎么 这太不能治病 爬到那边找来 一看这边呢 您什么能病 这边我家里边老父亲的虾眼 哎呀 正对我枪鼓 走走走走 家里上 这村里 一村人都跟着 这家有些瞎子 擦手能治 胡辣吵吵吵吵吵 一村人全都砸过了 哎 这么一个优良传统 套大堆 你说那哪一流啊 一流行这个 这有吊渣饼 我俩都买吊渣饼 这样吧 你说现在这个征途已经出二了 咱都玩这游戏 我们家就玩这个 我老丈人就玩这个 我怎么知道 征途有一二 我都不知道 你说哪个地儿 这地儿先新开一巷 咱都听下去吧 最近说出了 都说出了 会不会的 都干往这儿坐啊 大口线也当叔叔啊 你乐什么 反正有着 村里人都聚过来了 看病 说这能治瞎子 到这屋里来 你掐着一个一年症 老头睁眼看见 这边有瘸子 咱们来的瘸子 挑五金鞋子 看什么都有啊 这叫瘸子 站起来能走道 一连三年过去 咱说要简单 有疏则长 无疏则短 一连三年过去 这个功德基 这个功德基的可就不少了 眼看 这个平和基的多少功德呢 499件 还差一件 拿这东西到哪儿治病呢 平和这个嘴太惨了 得谁跟谁说 人家有好戏 这一看了 大夫 您这个治病 一不扎针 二开方子 也不抓药 您这是拿什么治病 就拿这个 把这单一掏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来怎么去 怎么去怎么来 把这一小时书给您说一遍 当时我怎么得的这个啊 怎么碰着神仙 这个话您说能说吗 你好话说与好人听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传来传去 当地有这么一个做官的官长 不说酋长啊 当地有这么一个官长 这人姓毛丹子铭 虎人送一号叫笑面虎 这笑面虎啊 得着这信 听说有这么一颗珠子 能看病 神病龙龙治 而且来说说 要什么有什么 没米来米 没米来米 没钱来大钱 我这也太好了 跟家里边她媳妇 她媳妇姓胡 胡适 跟胡适大男的一上 这个听说有这么一个珠子 把这个珠子 我派俩人过去 咱给抢来 咱闺女那个病 病这么些年了 糊里糊涂 她闺女啊 这笑面虎有一闺女 得了什么病啊 疯癫之症 每天非得说 我要上天 我要做玉皇大帝 我要统领三界 我是真是骗子 每天都说这 这是怎么回事 她这不是病 妖魔附体 妖魔附体 这个病 那拿这颗龙珠子 能不能看 能看 她说要抢 胡适给拦住了 不能这么办 这个人现在名气太大 方元 十里八村 没有不知道这个平和 都知道大孝子 而且又说善人 有人管他 平大善人 大善人 大善人 就是善人 你不能这么办 抢来不去 怎么呢 好言好语 派人下情 铁去请 请到福利台 哪怕多花点钱 咱给他买过来 把这珠子 不说要你的 买过来 不给钱 咱家有钱的 好主意 就这么办 赶紧的派人 去请这平和 派俩这差人 简单说了 到家里边一请 平和一听 有地儿 有病人 那就去看看 拿着珠子就来了 临走之前 跟母亲嘱咐的两个群儿啊 这个官府的人 不好打交道 你去了之后 说话办事 要处处留神 你可多注意 跟当官的说话 可有一特点 这当官的人呢 说翻脸就翻脸 那翻脸比翻书快 这个自古以来都这样 搞军事的人不要命 搞仗志的人 有录音我不能说啊 你各位理解去了 到那儿去 多加小心 让我知道 拿着珠子来 一到门口好家伙 吹三痛打三痛 五月相迎 这笑面府亲自迎出来 降街相迎 哎呦平大夫平大善 您来吧 赶紧里边行里边行 叫着管家小账 赶紧去 这个七茶倒水 赶紧的煲汤 拿冰锅切西瓜 快快快上上上 这就预备 刚喝没两口茶 酒宴百下 这就哎 不吵极 平和一白手 啊 毛大官人 知道这家姓毛毛大官人 您家里边的病人 是不是让我先看一下 您随我后院来 到后院去 后院有些柴房啊 柴房这门紧锁 里边有一姑娘 疼头后面 衣衫蓝绿 屎尿肚里边躺着 我是真猛天子 没有 同行三级 我不是一个人 胡言乱语 那么平和行一三年 拿这珠子 见没见过妖怪 山精野怪 见得多了 拿这珠子 定睛一看 这是什么妖怪 书中暗描 这是一个蛟龙成精 怎么叫蛟龙成精 您看咱们中国古代 怎么叫龙 两个鸡脚那叫龙 一个鸡脚那叫蛟 这是什么 蛟龙成精 你看这不叫事 这蛟龙修炼了有些年了 可是有一节 这个暴行还不深 后人书这个蛟龙派得出来 他后来再投胎 投胎孙仙次跟孙仙次的母亲 一母所生 投胎棒精府中 这棒精生下两个儿子 一个孙仙次 一个老蛟精 到后来这个孙仙次 转世投胎 张国老 老蛟精转世投胎之后 做胎 他要调戏这个生母 调戏这棒精 你琢磨这老蛟精 多贵东西 这是后文书 咱最起码 照这个进度 能说到 一个月之内 我能说到这 我先卖给你 到后文书 这段太热了 你可买票 听了二块钱不贵 我跟你说 拿这猪子一看老蛟精 虎足为轻 掐掠念咒 这猪子一到洪光 老蛟精 啪啪啪啪的就跑了 这姑娘在柴房里边 哭通凿地 当时不省人事 哎呦 赶紧进入这 怎么回事 赶紧掐人钟 别吹啊 一吹回不来了 过去 一帮人过去忙 一掐人钟 半个声 口供一吐长 一醒过来 爹娘 我这是在哪儿啊 哎呦 可明白过来了 赶紧的 赶紧的 这是倒茶切西瓜 这叫爹爹 倒茶切西瓜 胡使过来 拦住赶紧摆酒 快点款待 这位平大夫 这位平仙长 这位平大善人 好好好 酒席眼间 推杯幻展 这儿一聊 说起这事来了 平大夫 跟您商量一事 什么事您说 您这个猪子 真是宝贝 他是怎么来的呢 怎么来怎么去 跟他一说 哦 跟传闻一样 好好好 平大善人 我想捉花点 银钱 过个不说买啊 我不说买 您赏给我 您看行不行 我就是拿着 玩两天 积德行善事 我也享受一下 这种光荣的心情 您能不能赏给我 我多花点钱 哦 这可不行 怎么 这是当初 先长给我的 飘飘跟人 他给我 让我拿着 这早晚也不是我的东西 还得还给人家老龙 官长您日理万机 您是这一代的官长啊 您整天忙的 这个事多了 哪有这个功夫 出去行善 给人看病的 还是我拿着 看这个 给点面子 我这名字 左翼 我给你鞠躬 鞠躬不凶 我给你请安 请安不凶 我不能给你 磕油 磕火的过来 你磕啊 你水水磕 磕出鞋了 也不凶 座衣不给 不给 磕头请安都不给 不给 那我要是派人打上 你再给 那可就完了 平和着脾气梗子 要你敢打人 说的这后面 有一大扇子 打就一下 不给 不给 就不给 咬死了 不给呀 这帮人 滑超 所有家长的事 怎么了 听哪儿熟 胡大像 这帮人望前一威 所有家长上来 意思是要抢这猪子 平和打这猪子 往嘴一边 咕咚这么一下 咽下去了 他这咽咽 不要紧 当时面目全非 这俩眼珠子 瞪啊 比他灯泡都大 整个脸金黄金黄的 望外散着黄光 开头这么一散 再啊呜呜呜一声 屋里所有人全吓大了 这怎么回事 这平和呀 也顾不得骂着他 顾不得骂着他 哪来这么一句 站起身来望外就跑 干什么 回家 回到家里 往老娘跟前哭通一跪 娘啊 孩子我闯了祸了 哎呦 儿啊 你这是怎么了 闯什么祸了 我把那颗珠子 可吞下去了 吞下去了 哎呀 儿子啊 那颗单子可是龙单哪 那么单柱而复 你不会变成龙吧 刚说到这 卡拉一个小 那颗房顶上落起一条 啪 咬金光 老太王半圈空中定睛一看 抽自己的四大嘴巴 我这张骨鸭嘴 怎么 真变成龙了 这龙回头一看 平和一看低头自己 哎呦 我怎么变成龙了 心里话说 好你个笑眉虎啊 我要是凡人我治不了你 现在我变成龙了 我为什么要让你报仇 他想报仇啊 可了不得了 怎么呢 他又忘了一件事 他刚变成龙 这龙的生活习性 他一概不懂啊 咱都看过西游记 龙爷出来打仨踢 不能下场雨 他想翻身回头 那意思奔毛虎他们家 他要一翻身 万口这一袋 两千余里 全部变成光阳大海 连他母亲都得淹在里边 他不知道 眼看就要回头 要问逛头周围这一带 百姓性命如何 咱们下回 再说 好 明天清早 明天下午 还是得一对他说 感谢各位